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甘蔗汁 甘蔗汁的话在国内大街小巷我们都很容易的买到 但是在美国呢却有点买不到这样子 所以呢今天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么炸甘蔗汁的 那我们甘蔗呢有青皮的和红旗的 那通常来说呢青皮的是比较偏寒一点 然后红皮呢是比较偏温性一点 那如果你是体寒的人呢就买这种红皮的甘蔗 如果你是比较上火呀比较热性的体质呢 那你就买青皮的 那美国的甘蔗都非常非常的硬 不像国内国内我们老家那边有一种纸皮 这个红皮的甘蔗是非常脆的 非常容易咬 那美国的甘蔗我觉得都是很硬的 那拿来炸之喝呢却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好我现在呢这里有一把刀这是专门削这个甘蔗皮的 那我把它们拿到后院去把它皮给削了 好我们现在把皮削好了 我们去炸之机那边吧 因为那个炸之机非常的重 所以我一直把它放在车库的台子上 不想搬来搬去的 好我们现在去车库 好我们现在这台机器呢就是把甘蔗从这边进去 进去之后呢 然后这是手动的我没有买电动的因为电动的很贵 这个手动的呢就300多400多还可以承受 然后压过去之后呢 这边它下面有一个过滤网 过滤网下面呢可以把那个甘蔗汁给接住 然后这里有龙头可以打开把那个汁给接出来 好我们现在开始操作 这甘蔗被压榨了很干 这里有那个小四岁末它都会在过滤网上被过滤住的 好 哇这样一杯鲜杂的甘蔗汁就做好啦 喝一口甘甜润喉回味无穷 仿佛又回到了儿时老家街边的路边摊啦